還有什麼高鐵局的局長是不是? 高鐵局朱局長 朱局長,我們姓朱的啊 朱委員好 朱局長你在高鐵局擔任多久時間啊? 朱委員報告,我是去年11月3號到交通部高鐵局 所以那高鐵的那個滄桑市你都懂,你都瞭解嗎? 最近翻譯資料我這個... 最近才知道,以前不曉得,那以前在哪裡啊? 我之前在台北市政府接應工程局 所以高鐵是最近才參與對不對? 好,那問你們兩個,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我今天早上看了幾位委員的質詢啊 其實我跟你講這個國民黨有錯,民進黨也好不到哪裡去了 因為這個是1987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做可行性的評估 然後呢,1990年7月的時候呢,成立了籌備處 2000年,民進黨就執政啊 所以真正的在執行的時候,在整個這個問題 有很多問題應該是怎麼解決,或是怎麼樣去因應的時候 是民進黨應該要去面對的啊 結果呢,這個八年以後,國民黨在執障 這個全部呢,一堆爛攤子全部又推給國民黨了 那國民黨自己也是活該倒楣啊 因為為什麼,就是因為當初這個可行性評估當中啊 我們知道有很多可能被蒙蔽了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對不對 部長 我想沒有什麼蒙蔽的問題吧 沒有蒙蔽嗎 我今天看那麼,看了這麼多的這麼多的問題 你看看啊 縣警察院他們針對我們的六大問題 都是他們剛剛委員談的 我就不談細節啊 包括了路線的選定 運量的估計 還有選商議約 工程招標政府投資 這全部都是有問題啊 針對這幾大項 全部都要提出這個,這個這個去 去了解一下這個真實的情況嘛 表示說這個高鐵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有問題 對不對 我想當然就是過去的過程當然可以檢視啦 那麼這個也都有它的時空背景 那我會認為說這個像這樣一個案在做投資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政府提供相關的資料嘛 那投資者他也要做他自己的投資判斷嘛 沒有,可是問題是他這個做的任何的判斷 他全部塞給你政府啦 對部長我再請教 因為剛剛也談到 就說禮拜三的時候 那麼要請歐靖德歐董事長來 你認為他會不會來 或是他應該不應該來 或是你要不要他來 我想我們應該請他來吧 但是 但是光是歐靖德董事長來 我覺得不夠 因其董事長前董事長也應該要來 因為從頭到尾 從以前到現在 中間的任何的事情 他最清楚啊 中間爛攤子怎麼弄的 這個中間的問題在哪裡 他最清楚啊 他也應該要來啊 你認為呢 我想這是立法院邀請吧 對啊 所以我這邊鄭重的請這個主席啊 這個邀請函 一個是殷其前董事長 一個是歐靖德董事長 這樣可以嗎 我們遵照這個雕動委員會的結議 我們送邀請函至於能不能來 這個我想 當然要來嘛 主席你要破例啦 主席 這個因為是公私制啊 什麼公私制 政府都投資多少錢還公私制 我們不可以 我們立法院不可以相認啊 政府投 請問一下政府現在投資多少錢了 政府投資多少錢了 政府在普通股部分我們投多少 你把普通股跟特別股分開來講 普通股部分呢 政府是 政府跟那個工 公營的 大概是百分之十一 那 普通股叫特別股啊 政府投資價是百分之三十九 就是一零五三的百分之三十九 對 可是這個跟當初這個政府零出資是完全被盜而辭啊 然後再加上問題那麼多 所以呢我們認為啊 我們認為啊 我們認為禮拜三一定要把英奇前董事長請過來 好不好 好 這個請那個主席一定要這樣做 跟主委員報告一下啊 剛才特別講到零出資 所謂零出資就是政府 就是除了英辦事項之外 所謂英辦事項就是 它非資產的部分 由政府就土地的取得 還有從板橋一直到南港的隧道 是政府來辦 政府來發包 政府施工 產前還是政府 可是租給高鐵公司 那除了這個這個之外啊 是高鐵公司在當初投標的跟中華高鐵的比較 他沒有再要求政府啊 除了英辦事項之外 再要政府來出資 我跟你講啊 中華高鐵有要求政府 另外出資啊 一千多百一千五百億左右 這是當初 那但是後來你是選了台灣高鐵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啊 因為禮拜三會針對這個問題啊 大家一定會詳細的去了解真相啊 但是我們這邊先做出這個要求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認為啊 就是說這個台灣高鐵啊 弄成今天這個狀況 我們覺得都是非常的遺憾啊 當初這個把這個BOT的整個一個美意啊 完全扭曲了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政府要負很大責任 國民黨負責任 民進黨一樣要負責任 尤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看看 明明這個什麼所謂的中華航空的事業發展基金 他還可以偽造會議紀錄 然後把這個錢給高鐵 然後呢 包括了什麼 包括好多好幾個好幾個好幾個那個 好幾個我們政府的單位 包括什麼開發 行政院開發基金 台唐航發會 中紀社 都是挹注台灣高鐵 還有一大堆 所以說啊 為什麼會縱容 縱容高鐵這樣子 他們自己這樣子 沒有 絲毫沒有目標 絲毫沒有目的 然後沒有影音計畫 然後我們政府一直給他 一直給他錢 所以我們覺得這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知道嗎 委員跟您報告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整體來看 高鐵的當初的政策 採用BOT 我想是目前來講 是有他的價值 也是正解的 現在主要的問題啊 是執行過程啊 這個產生了一些偏差 我跟你講 什麼執行過程 那好嘛 那執行過程是誰的錯咧 執行是誰的錯 是台灣高鐵錯 還是政府的錯 對不對 是 我想就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我再請一下部長 部長啊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高鐵的肥貓啊 實在是讓我們社會啊 我覺得很不以為然喔 那請問一下 你們會針對這些肥貓的 這個薪資 有做些調整嗎 我們從這個歐董事長接這個這個 接手第一天我們就發表書面聲明 提醒台灣高鐵啊 雖然肥貓所造成的營運成本增加 那並不多 但是這是社會形象問題 他必須處理 因為 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提醒他們 一定要處理 而且我們將來也會盯著他 要他處理 我跟你講 肥貓不一定是好貓 好貓也不一定要肥貓 那就像那個 那個鄧小平講的 什麼 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對不對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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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能夠把這個高鐵 這個 整個營運 步入正軌 甚至於轉潰為營的 這才是好貓啊 那你用 你用這個 用肥貓的政策 你還不一定能夠達到你的目標啊 所以我 我在想說 你 有沒有強行的 希望他能夠 在多久以前做一些薪資的調整 當然就是說 對這個問題處理 在他目前這個 這個 有這麼多要處理事項裡面 相對來講 並不是真正最優先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優先 這個是 這個 這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那個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想就是說這個 他的 有些有合約 有些有安全顧慮 所以我是要 歐盟市長 他把這些 所謂有肥貓嫌疑的 要做切割了 因為 然後可以優先處理的 儘快處理 因為按照他的說法 是要一年 一年或是半年才能夠處理 那太久了 我想時間太久了 太久了 他是可以區分的 有些 有些是可以儘快處理 那有些有合約 有安全 營運上的考量等等 那些 你的意思說你薪資減少 他就安全 就 就給你搞個鬼 怕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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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又怎麼樣 所以 當初你 所以我想像這一部分 你不是應該直接用個transfer過來嗎 我跟委員這樣講 這樣報告了 我們一定會盯勞他來做 那就是說 在他的時間上來講 多久 多久 時間是多久 可以儘快處理 一定要他儘快處理 我會要他提一個時間表 好不好 謝謝 那大概多久了 還不曉得 我想我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但是我會盯勞這個事情 這是對大家 對社會的一個承諾 我們會盯勞他來做這個事情 三個月以內 好 那另外昨天 起禮拜六 剛好這個澎湖 博弈調侃沒過了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政府的立場是怎麼樣 是說以後都不設了 還是說你在里島 有選擇性的 或是說在本島都可以設 我想當然就是 澎湖離島這個 澎湖他這個博弈沒有通過 我想這個當然我們尊重民意了 但是在交通部這邊 我們是受命 要要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 來朝你相關的法案 做相關的規劃 這些工作不會停止 那是所以我們聽到說 有些人反映 就是說你的配套措施都沒有出來 所以這次博弈沒有通過 那政府如果說你們 我們認為澎湖可以設博弈的 這個賭場的話 設博弈這個 這個觀光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地方的話 那為什麼這些配套措施 沒有事先提出來呢 然後你就先公投呢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 這最有誤解的你知道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在交通部受命 來推動辦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大概一刻都沒有停止了 我們把相關的部會召集來 然後辦相關的訓練等等 然後朝你法案 沒有啊 我是聽你敏昆講 他說你們這個配套措施都沒有出來啊 相關的法令規範也沒有出來啊 所以大家疑慮很多啊 因為在我們推動過程中 澎湖的公投時間已經定在那裡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政府要負起責任 就說政府一個政策喔 要制定的時候 要執行的時候 你一定是相關的事情 都要全部想得很周焰以後 你才去做 而不是說你想到就去做 這樣的話當然 這個老百姓對你的政策是有疑慮的 有疑慮的話當然就不會支持啊 然後政府就滿面鬥花呀 對不對 我們在推動籌備工作上 我們事實上一刻都沒有停止了 那你現在未來呢 未來要怎麼做呢 未來像苗栗要爭取 島內要設博弈 我的瞭解這個是 只有在離島 我們才有儲罪化 其他的島內 並沒有儲罪化 這樣一個法律條件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整個一個 這個政策 你必須要落實 然後必須要周延 否則的話 你等一下又弄了滿面鬥花 就很糟糕了 那我再請問一下 那我們知道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那個MOD 我們知道有牽涉到版權的問題 那我現在想請問一下 問你部長 問你可以嗎 這個MOD每年虧多少錢 現在 我是不是請 請那個呂董事長來說明 好不好 報告諸委員 我們MOD 因為內容的這個部分 取得比較困難 這個包括你剛剛提到的 對 那你當初 使得我們經營不是非常好 所以你這個內容取得困難 但是你當初 這個研究發展的時候 研究設計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應該考慮到 版權的問題呢 當時 你當初研究設計 花了多少錢 我們當時哈 是以這個有線電視法的 這個 這個法源 取得經營權的 所以那時候沒有版權的問題 我們有線電視法 也有牽涉到版權 你也不要這樣推的 推的那樣子 而且你政府機關 你本人就應該有一個 版權的觀念嘛 這是這是這是這個尊重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版權的發行人的 這個權益嘛 所以我想已經時間到了 我是把幾個問題啊 就當初啊 這個中華電信在鋪的時候 鋪線路的時候 那麼政府等於說 因為你是那時候是 是國營化 所以呢政府出錢 就現在你民營化以後 結果呢這個這線路 全部送給你中華電信 你也不要出錢 那還是蠻好的咧 那那這個話 這個這個損失 是不是應該要 還給這個政府 或是還給那個納稅人呢 我想我們把這個問題 丟給你們 你們希望這個研究一下 因為我們覺得喔 這個這個中華電信 不能夠一直占政府的便宜 占納稅人的便宜 應該好好想到 怎麼樣去回饋 回饋給納稅人好不好 對中華電信一直有盈語啊 盈語就是回饋給政府 跟我們的投資人 哪裡有啊 有啊 有嗎 請問有嗎 是每年都有盈語幾百億啊 所以我跟你講喔 真的你要站在一個 這個回饋給納稅人的 這個這個角度去看你的營運 你的企業好不好 好謝謝